北京时间6月16日凌晨2点 世界杯预选赛A组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队将要对阵小组投名的叙利亚队 此战对于中国队来说至关重要 不仅是关中国队能否晋级12强赛 同时也是李铁能否达成执教全胜记录的关键一战 叙利亚在赛前发布会中的自满 出席发布会的并不是叙利亚的主帅马鲁勒 而是助理教练达伍德 且出席的球员也不是球员队长 这种态度无法让人接受 毋庸置疑 本场比赛国足必将倾尽全力拿下三分 毕竟赛场上的胜利才最具说服力 从李铁率队征战的这三场比赛来看 中国队在场上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 比如球队前后场的链接之间 经常性会出现脱节的情况 比如球队在向前的推进 总是缺乏演效的办法 导致球队只能在后场倒角等等诸多问题 但是李铁率领的这支中国队 也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的 首先对待比赛的态度也足够的耐心 即使迟迟未能攻破对手球门 也不会显得急躁 其次 在场上的每一个球员都足够拼 和相互间足够信任 球员出现失误 没有埋怨推卸责任 而是尽力去帮忙协防补位 最后一场比赛 李铁将要率领球队直面 曾经战胜过国足的叙利亚队 这场比赛才是对于李铁 执教能力真正的考验 叙利亚在40强赛第二阶段的 比赛开打之后 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少的场外麻烦 包括更换比赛场地 失去主场优势 利用媒体不断地制造舆论 来给国足施加压力的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一场荣誉之战 要靠胜利来掌握出现命运 给叙利亚全队重重一击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算术题 毕竟对手都放出狠话了 国足总要争口气吧 国足加油